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时级的标准的话呢 这辆车到今天呢已经应该报废了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这个车的排放 它的颗粒物的情况 我们先来看一下怠速的情况 我们把这个测试仪伸到排气管这儿 怠速的情况下 这辆国三排放标准的车 它的数值呢 其实比我们空气现在的情况还要相对好一点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国三的飞度 已经十年的车 它在怠速的情况下 它的污染数值 我们看PM2.5是297 比我们现在的室外的环境的颗粒物呢 还要稍微低一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让这辆车模拟在正常的使用工况下 比如说发动机转到2500W转 这个时候再看看它的颗粒物的情况 这辆车呢 已经是一个热车的状态了 现在我们让它的发动机达到2500W转 好 踩发动机 好 让它红定在2500W转这个转速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拿测试仪器 在正常的公送章材下呢 发动机的燃烧应该是更充分 这个时候我们看呢 颗粒物的排放还在不断的下降 2500W转的测试呢 我们已经完成了 现在我们看一下数值 PM2.5呢 实际上它的颗粒物已经达到了50以下了 所以说燃烧的非常的充分 然后我们看呢 PM10也已经降到了100以下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再启动一下这个机器 我们再测一下环境的颗粒物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上我们看空气当中的颗粒物呢 是非常的高的 还在不断的上升 我们这测试了差不多20秒 就已经达到300了 基本现在的环境当中的这个PM2.5应该是在310多 所以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汽车其实并不是PM2.5或PM10颗粒物的制造者 尤其是对于一辆环保已经达到了国三 国四或者国五的车量 比如这辆车已经有10年了 2006年的车 国三的标准 那么为什么颗粒物会比空气当中的还要低呢 实际上我们要正确的理解PM2.5这种颗粒物 它只是一种尺寸的颗粒 并不代表说一定是什么 可能是一种有害物质 也可能呢它本身能够携带有害的物质 那么当它呢被吸入汽车的发动机之后呢 随着我们正常的一个工况的燃烧 其实有相当一部分的PM2.5是可以被燃烧掉的 所以说一个环保达标的汽车的话 它在路上正常的行驶 其实对空气当中的颗粒物呢是有益处的 它可以燃烧掉很多的颗粒物 当然了并不是说汽车的尾气呢就一定是非常的好 它虽然说能够燃烧掉PM2.5颗粒 但是它有可能还会排放出碳氢化合物 氮氧化物 硫氧化物 硫氧化物之类的这些物质 所以说不要错认为说汽车的排出的尾气实际比空气要干净 我们只是讲证明一辆正常的汽车 它的排放其实对雾霾的影响可以说是没有的 甚至我可以那么说 在市区更多的私家车去行驶 其实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低一些雾霾的存在 就像在地铁里边空气会更狂 因为我们的每一个费都可以说是一个空气的净发器 那这没办法的 你要这样看 所以家庭主义为什么不抽烟的人也得肺癌呢 就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吧 PM10已经是爆表了 PM2.5就搁那边上抽烟就已经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